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三女一男因为太吵杂 遭到隔壁房客报警 警方在房间内找到一包毒咖啡包 将四个人带回派出所 但是过程中女子失控攻击远警 最后直接被大外歌压制 来上车 警方准备将女子带回派出所 过程中这名女子突然情绪失控 有推有失散 好了好了 我都用失散 女子不断胡言乱语 甚至用手不断推远警 最后远警直接压制在地 按发在26号上午 进入信应路上一家商旅 房间内有人喧哗 警方货报前往查看 在房间内找到一包毒咖啡包 重量1.6公克 经过快筛发现是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随即将屋内三女一男带回派出所 货报销区某商旅 有房客疑似吸食毒品后大声喧闹 远警到场查处 起货毒品咖啡包一包 经快栽成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而三男一女 意识不清 其中菜性女子 情绪失控 向警方二言相向 甚至出手攻击 警方立即使出大外哥制服蔡女 依法上靠管束 四名男女警循后分别依违反 毒品违爱防治条例 及社会制序违务法 妨碍公务罪 以请侦办 其间这名菜性女子 疑是因为意识不清楚 导致情绪不稳定 不只骂远警 还出手阻碍执情 最后被大外哥压制 由于现场有两名远警在场处理 其中一名女警没有展开强势的作为 女子被压制在地的时候 还伸脚踹一脚 幸好男警散过 只有被踢到帽子 分居表示 还会再加强教育训练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张耿惠 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批评前市长 也是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担任基隆市长期间 许多政策都跳票 或是出现瑕疵 迟迟无法完工等问题 但是不少议员同仁不去追究责任 却把批评炮火转向 现任市长谢国良 用两套标准来看待 谢国良也都默默承担下来 因此张耿惠夸赞谢国良 是他连任六届市议员以来 看过最仁慈厚道的市长 基隆市议员张耿惠 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批评前市长 也是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 在担任基隆市长期间 许多政策都跳票 或是像是基隆火车站 成绩转运站等工程出现瑕疵 迟迟无法完工等问题 不少议员同仁不去追究责任 却把批评炮火转向 接手这些烫手山域工程的谢国良市长 正在努力推动的青年电动机车政策 用两套标准来看待 谢国良也都默默承担下来 因此张耿惠夸赞谢国良 是他连任六届市议员以来 看过最仁慈厚道的基隆市长 当时林市长已经即将届满两年了 有没有对我们林市长 表达墙内的执行他的政界的对线 我今天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礼拜我都有关注 谎关我们看对上任我们不到 半年的谢市长的电动机车 就可穷追猛打 说实在的 一言监督市政是天天地利的 我个人觉得是不应该分党派 而且不应该有两种 两套标准 市民怎么看 今天市长我不是在说有意公 我是觉得我们监督的立场要有 你现在没有为了不是说很接任 说实在我发现 因为我今天这届是第六届 我看到了我历经过已故洗财力前市长 张通通的市长 包含刚交给你的林前市长 收尾其定 我在那里迈向二十几年 没看到一个纪录 纯一家人词叫厚道的 市长谢国良则表示 议员指出的这些工程确实是有问题 才一直没有办法完工启用 他会带领市府团队克服问题 尽早完工 因为他过去真的是有很多的变更设计 有很多的延档 那我们自己去看过 他施工也是不良 那现在市民朋友有一些误解 他会觉得说好像市长已经去开箱过了 甚至蔡总统已经去了 所以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开幕了 可是其实他们去那边戴着工程帽 其实是对的 因为其实那个工地还有一些危险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地方我们不可以让民众在安全 还没有解除施工完全的这些缺失 没有更正以前 是不可以让民众去使用这个程序转应战 那我们目前已经在第四次的变更设计定案 会继续施工 所有的缺失都会改善后 才能够完工启用 目标是在大概明年的第二季左右 至于相关的缺失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 我们也会请包括阵锋在内的单位来研究 过去也有看到了一些公共工程 的确阵锋也发现了一些疏失 总之我们会继续努力 张耿辉也展示林又昌在担任市长任内 和IMB吸金诈骗案主贤等人的合照 要求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应该要对社会大众 特别是基隆市民说明清楚 张耿辉强调市议员监督市政是天经地义 但是绝对不要对于不同政党的市长就有两套标准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宋伟力进行市长施政总咨询时特地先播放一段自行拍摄 CUSO抖音来讽刺前基隆市政府留下的建设及工程烂葬 希望市长谢国良接手后的市政府可以拨乱反正 紧速完成这些建设 另外针对大清大城等社区道路的问题 市长谢国良表示准备设置委员会 未来因为道路安全等问题经过委员会认定 市政府就可以进行施作 我们全朝的政府所留下来的事情 开始在中山区的台肥厂堆呀堆呀堆 堆出一座高山可以去爬山 在市民运动的体育场哗哑哗哗哗 堆了一堆气土何时能运动 在地标公园的废校里盖呀盖呀盖 拉皮成为图书馆全民来买单 文创政府的前朝礼温水煮青蛙 有爱基隆的新团队拨乱反正哟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进行市长施政总咨询时 特地先播放一段自行拍摄 哭手抖音来讽刺前基隆市政府留下 包括地标公园以及台肥公司废弃土和市立体育厂等建设 以及工程上的一些烂账 希望市长谢国梁接手后的新市府可以拨乱反正 依照规定妥善处理这些烂贪子 紧速完成建设 我们的市民运动体育场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想要就叫一下我们教育处处长 原先他们的合约是打到什么时候完工的 原先 原先合约的时候的订定 其实都是600个日历天 600个日历天 所以原则上也是会到113年 113年 那您也是113年 等于说你要接收一些过去有违法违规所有的烂贪子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目前有一些已经进入了履约的争议当中在做相关的处理 另外宋伟丽也质询包括文明路以及大庆大城等社区道路改善的问题 但是总遇到牵涉到所谓私人土地的情况 我也请区公所 我说那你们要赶快 赶快叫那些 因为那个私人土地不是很多 你知道吗 但是有私人土地 我希望这条 希望你赶快催促一下区公所 不过市长谢国良大巡视表示 以前都说不行 但其实没有一定不行 市政府已经在严逆办法 签报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 未来就算是社区道路 但是影响到道路安全 经过委员会认定后 就可以由市政府来施作改善 我们一直都有在思考 包括大庆大城在内 就是有很多社区的土地 那以前都说不行 其实跟宋前议长报告 没有一定不行的 我跟公务处 尤其耀川处长 在这方面我们又比照了台北市的一个办法 所以我们最近在事务会议即将签报一个新的委员会 这个是一个道路的安全的认定 假如这个道路呢 是非公有 是社区的 但被认定是安全上是有疑虑而需要施作的 那我想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委员会认定后 那我们的公共建设的经费就可以得以施作 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个通明街那边的 以及过去您过去长期关心大庆大城 未来我们事务会议通过以后 我们会让委员会来认定 如果您觉得哪些路段由我们来判定 判定过后 即便它是社区的所谓的道路 是非公有的 未来编列预算以后 我们也是有办法处理的 所以我们有替过去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方法 找出了一个解决之道 我要特别向您报告 宋伟丽强调听到市长谢国良 谈到可以解决困扰已久的社区道路问题 实在很开心 也相信大庆大城社区居民 听到后也会很感谢市长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会总咨询担任 议销总队长的市议员曾继言 特别针对消防局楼上的防灾管 多项设备老旧提出咨询 要求市长和消防局长设法改善 落实防灾教育的功能 画面上是基隆市议会总咨询 担任益销总队长的市议员曾继言 特别咨询消防局楼上的消防防灾管 多项设备老旧 需要彻底改善 消防局上面有一个消防防灾管 本期去那边好几次的 真的有一次的时候 跟局长聊天的时候 刚好看到幼稚园一些幼儿童 然后老师带着他们到那个防灾管去 学习一下 知道一下防灾的一些尝试 一些知识 那当场也有我们 益销的宣导大队的一些姐妹们 大家正确的宣导一下防灾的知识 那在这边本期也大概去看一下以后 那我大概就跟市长 要跟市长建议一下 因为里面的设备 是非常非常的老旧 那有些设备已经坏掉了 他还是各自在那边 占着一个空间 那我想市长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不要把他 这不是垃圾维收场 坏掉就要丢掉了 市长谢果良也提出构想 可重新设计空间 让小朋友借此体验辛苦的消防工作 我觉得我们可以 还是给亲子使用 但是可以规划成 让孩子们来体验 或来了解消防人员的辛苦 这样子的一个前提跟主题之下 来重新设计那个空间 跟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小小的消防衣 让我们孩子们可以穿起来拍照等等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纳入未来的幼稚园 或者是小一的一些相关课程 让孩子们从不同的学习机构 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去实际上体验 这个消防人员跟救灾人员的 这样的一个辛劳 这是我刚刚听 曾议员刚刚这样讲 我有的一个构想 那我想是不是早个时间 在议会结束后 我跟向局长 也邀请我们这个曾议员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防灾馆 那因为里面有一些设备 确实已经老旧 而且它那个 那个是3D的 它现在那个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那个机型了 那现在如果总共要换的话 大概也要三四百万 算起来那个 已经没有那个经济效率的 因为那个年代已久 所以那个区块 我们是有打算 重新再来把它 更换其他的设施 让这个有一些学校的 还有一些这个比较 低年级的学生 到我们那边去 那个参观 有比较多的一个教育 那目前我们想说 明年我来编列预算 把那个 坏的我们把它 退换 把它报废 我们重新来做新的 到时候要请我们市长 跟我们消防局局长 来研议看看 看有什么方法 编一些预算 我想这些预算 这些在场的议员 一定会认同 因为现在气候变迁 那个所有的灾难 是层次不穷 那真的 从小就要输入 防灾 的一些正常的知识 那应该是从幼儿 就开始要 幼儿园就开始要教他们 地震的时候要怎么办 火灾的时候要怎么办 都要教他们 对不对 到时候如果真的 真的 灾害发生的话 小朋友才有一些 基本材质在自救 这以上 记者陈淑萍采访报导 政治大学和中华大学师生 来走读基隆 市长谢国良亲自欢迎 除了和学子分享 城市愿景规划之外 也强调市政府 在现有硬体基础上 全面打造友善就业 亲子互动 长者照顾的移居生活城市 逐步落实家庭城市观点 政大与中华大学师生 来走读基隆 齐聚在杨明海洋 文化艺术馆进行社会创新 实作课程 谢国良市长亲自欢迎 也强调家庭城市的观点 要将基隆打造成 好玩 好住 好就业 关怀影法照顾的 优质港湾城市 那另外你看到的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场 感谢前师傅把这国门广场都打造不错 明年我想在这边做一些孩子们可以游玩的 好玩的一些季节性的游乐设施 那因为今年有很多工程在进行 所以我们在收尾的阶段 所以没有办法马上来做 总之 我们希望把基隆变成好玩 然后呢 也居住上 能够找得到工作 那我们也打造各区的室内亲子乐园 让孩子们来一起玩乐 那我上个月也有回到我的母校政大演讲 我的讲题就是我的家庭城市观点 家庭城市观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把城市的每个角落 当做自己家的一部分 那这其实是我们生活在基隆里面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现在大家有看到很多角落 其实大家想丢垃圾就丢垃圾 然后自己家里也很干净 但是外面他们就不在意 那这样如果大家应该要把这个家庭 这个城市当做自己的家 我觉得这样子的 整个的城市的居住的品质 一定会更好更提升 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也以基隆都市发展愿景与策略进行分享 与学子交流城市治理的想法 在基隆也有日照常照 为什么 有些人他就不必跑到 把自己的家送到北部去 他自己也可以在基隆工作 也能够照顾到家人 那我们未来在北五堵 六堵 七堵 也就是刚刚市长讲的车站周边地区 大家都知道TOD的发展 我们是真正朝TOD 而且也希望在车站附近 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也很谢谢邦地安秘书长 他在都市设计界有很多好朋友 今天也都过来跟我们一些指导 那基隆未来要大幅的改变 还是要靠都市设计的规划 跟具体的执行 具体的执行 包括都跟重建 重新规划 迁移这都很重要 那落实真的是比规划还要重要 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 找这些好的学界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讨论 市长谢果良强调 欢迎大家到基隆走都 透过经验交流 与各种想法的激荡 集结众人的力量 一起让基隆更好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都不太想 制作者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推荐 陈淑平 淑平 基隆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 海客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在立法委员蔡适应积极 争取推动老旧社区高地供水改善计划下 壮观台北社区自来水加压站5月29号正式启用 社区内3000多户使用的自来水管线都由自来水公司接管为养 未来因为报馆道路漏水水压不足等问题 导致社区无水可用的情况将不再发生 与多位市议员共同聆听自来水公司方面的简报 立法委员蔡适应开心的宣布 中央台北社区自来水加站及日期正式启用 社区3000多户住户不用再担心 报馆道路漏水与水压不足等问题导致无水可用 如果大家提到高地社区缺水最原动的地方 大概就是我们的壮观里的相关区域 那这个市议员过去在认为议员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面对这样的困境 可是当时一直没办法有效的解决 那在我担任立委之后 我们跟许多的议员我们多次的找中央政府来协商 那后来确定了中央高地供水的方案 在108年109年的时候开始来推动 那所以我们把中央台北社区 这11个社区就列为重点的 我们的整个更新的工作 那历史接近一年的时间 那我们把整个的加拉站在后面看到的 已经正式的完成 那当然过去我们也非常感谢相关的民间 他甚至也帮忙协助 把另外迈进入三项的连外道路也铺设完毕 让整个壮观里的周遭 整个有个划时代的改变 这项高地供水改善计划 也获得当地壮观里里长肯定 当时候这边的水漏得很严重 现在加拉站的启用 让我们很多居民啊 可以在用水的部分啊 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他们的费用会 完全就不会再增加其他的费用了 这个加拉站只要好了 我们的用水的那个 就是频率啊 跟用水的量 会比较正常一点 不会说有时候有水 有时候没水 至于后续工程收尾部分 主要是将在三天内 汇整各个社区居民的意见 希望能在一个月内改善完成 我们的工程啊 大部分都已经完工 那各个社区有提出来说 有一些小的 希望我们配合再改善的部分啊 那我们会同社区的主委啊 那在三天之内啊 把他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们再做一个确认 那确认好了以后 我们就变更 如果跟这个工程有关系的 我们办理相关的变更设计 然后施作 蔡世英强调 基隆还有多个社区 正在进行高低供水改善工程 另外有几个社区 也想加入高低供水改善方案 他会协助这几个社区 以壮观台北社区为例 了解推动进度和成效 在今年度也有新的社区 跟世英来讲到 希望也能够申请高低供水的方案 那世英也有协调 经济部水利署 以及水公司 已经核定了新的几个社区 那未来他们也有相关的模式 那我会邀请他们来 壮观你这边来看一下 让所有的其他基隆市的社区 好朋友 都能够了解到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进度 非常明确的一个效果 非常明确的一个模式在这边 我相信对于未来 基隆市高低供水的问题 就能够有效的解决 蔡世英强调 在他担任立委期间 持续督促下 基隆市漏水率 大幅减少了10% 尤其协调自爱水公司 以铸铁管方式 太患老旧自爱水管 更有效减少自爱水管线 因为受到挤压 而破管漏水的情况发生 向未来接棒的立委 能够延续这项政策 改善基隆的用水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为了吸引国际旅客 并且带动异后国旅市场 交通部观光局 办理观光亮点奖评选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票选 台湾观光亮点 开放民众到官网线上投票 基隆市政府也邀请大家 一起为基隆的和平岛公园 来踊跃投票抽好奖 画面上坐落在草地上的 可爱白色小屋 引起许多游客的好奇心 他们就是基隆和平岛公园 岛咒会活动的油气空间 基隆和平岛公园 在5月到9月间 限定推出的岛咒会游城 参加交通部观光局 办理观光亮点奖评选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投票抽好礼 去参选我们交通部观光局 有全台的一个观光亮点的票选 我们也有幸入围了 那这一次岛咒会 其实也打破了 大家对于和平岛的印象 好像只能玩白天 我们这次可以邀请大家 从最佳的夕阳 一直到最美的日出 24小时不断电 来感受一下从白天到夜晚 我们这一块生态 给大家的一些感受 所以大家可以上我们的 观光局的亮点奖的活动官网 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投票 那记得去选生态组 投我们岛咒会 基隆和平岛 我们Chill Together一票 周周他都会抽1万元的旅游金 你都有中奖的机会 那我们和平岛呢 也另外加码 每一周都有连续推出 不同的一些优惠的一些 抽奖的活动 连续7周 总价值是超过10万元 让你可以免费来做一日导租的体验 让你可以去做一些水域游戏的一些体验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岛咒会 大家来咒会 在这个小岛的同乐会 Chill Together 我们岛上见 基隆雨跟地质区 刚好这样子斜的开阔 然后夕阳超美的 夕阳从这边下去 你3点多来报到 早上我会推荐他去阿拉宝湾聚落 我们不是有做聚落的那个吗 跟着宜娜 去吃他这边阿美族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的美食 然后你可以跟着头目 去学习他狩猎文化的射件 跟着他去了解一下这些 聚落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发展的 言识 然后你下午就可以到我们 和平岛公园这边报到 准备来展开岛咒会的开始 然后吃个晚餐 我们是一泊三食 我们还有宵夜 所以来参加岛咒会 先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没有要让你睡觉 满满的一个丰富的行程 4点就把你叫起床 去看最美日出 这大概就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欢迎大家 这个季节限定的 基隆和平岛岛咒会游城 将带领大家体验 无边际海水泳池 奇岩地景 绝美日出 水上游气等活动 体验一日岛主的丰富旅程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诗有图有标题 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1.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2.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 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 4.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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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刑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战署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 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当地里长 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妇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 只是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 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 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